另外關心到南韓 外交部長蒲鎮十八號抵達日本東京 並和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進行會面 這是南韓總統以習越上任後 外交部長首次出訪日本 路透社報導指出 日韓雙方其看針對暫時徵用公爭義展開談判 藉此解決日韓兩國的歷史恩怨 修復雙邊關係 確保兩國能在應對北韓跟中國問題上 更緊密合作 此外 鋪鎮也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槍擊身亡 再次表達了慰問